将乳快轻轻放入排水沟 台南市长黄卫哲这次为了打击登革热 先是取消仿日行程 更进资前往冬菜市场 投药防止登革热并没闻自身 我们觉得是对于这个摊商的 这个生意的影响我们很抱歉 为了避免从到四年前 这个跳蚤市场的复彻 所以我们对于市场的部分 可能是比较高度警戒的 亲自向停业摊商表达歉意 黄卫哲也表示 南市府一定会尽快清理资深源 让市场能够早日恢复营运 市长黄卫哲亲自投药 市政府相关单位也全部动起来 不过向中央申请防疫经费还没下来 相较于高雄市政府申请5000多万元补助款 台南市政府仅申请3000多万元 难道不会担心经费不够用吗 如果不够的话 我们会现在从我们的前线用 呼吁里长们请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说到时候雇工付不出工资 那因而将影响了防疫工作的进行 我们这个部分雇工的部分 我们绝对是充分供应 南市府喊话 期盼透过社区旅行业者 以及民众三方合作之下 能够将台南市登革日疫情 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华语新闻成员为李嘉宇台南报导 我会继续除了 我们下期再见